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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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氣色不太好 你氣色不太好 他氣色不太好 是喔 該不會是得了10億吧 沒有 沒有啦 我就是 是誰啦 是誰啦 最近氣色不好而已啦 唉唷 氣色不好讓人潰避三色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美女 給大家認識一下 來介紹我們的曾沛池 大家好 我是沛池 珍莉 嗨 大家好是珍莉 還有我們的彩妝達人 我們的葉遙婷 大家好 我是遙婷 美女營養師曼曼 大家好 珍莉 帥哥的小助手 阿虎 不好意思 這個機器沒有亮燈 所以沒有拍到你的特色 對 歡迎 歡迎你們 對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是什麼 氣色 好重要 其實喔 氣色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最近喔 大家都戴口罩 你知道嗎 就只有眼部 就眼睛以上 所以你這整個氣色你不知道 那個心情就跟著set 所以這個喔 其實都有很多的悲哀的故事 我們來聽聽他們的悲哀故事是什麼 好不好 佩慈 妳應該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這個音樂 小朋友 妳現在要賠償嗎 賠償嗎 對啊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的工作 真的讓我其實我覺得 我說真的喔 我們如果不講疫情的話 戴口罩對我們整個妝容都完成來說 是困擾 那我花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把自己弄這樣 然後一戴完就 所以那平常出門我到底要不要化妝 還是我就素顏出門 因為其實都真的遮了整張臉 可是不化妝真的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氣色不好 對啊 怎麼辦 那甄莉姐呢 因為現在因為疫情 就是疫情問題 其實網路的水餃賣得還不錯 可是你知道就會很忙 很忙的同時 因為我們是手工嘛 就是自己包的 那所以有的時候你知道 因為想說反正疫情戴口罩 那你知道 他還要不笑的時候 只露出兩個眼睛 看起來會滿兇的 對 然後人家就覺得 你是包到手很累嗎 為什麼那臉那麼臭 你在不高興什麼嗎 他根本沒有看到我的表情 其實我嘴巴是微笑的 嘴角形是上揚的 他今天戴了口罩他看不到 只看到我的眼睛 那我眼睛也是這樣瞪的大大 他就覺得 你是包到心情不好 你是怎樣怎樣 反正他就覺得 你好像心情不好 所以這個氣色不好 我們就要來問問我們的營養師 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氣色不好 氣色不好的原因 其實剛剛大家分享的 我們都有聽到 情緒影響很大 對 我們如果壓力大 然後又負面情緒 其實也會給我們身體 帶來很大的負擔 對 那另外跟大家再分享一個 我看過的例子 就是有個小女生 她為了減重 一天只吃一餐 那心情會大不好 對 她真的會大不好 對 她除了心情不好之外 她這樣執行一個禮拜之後 就沒有瘦多少 可是皮膚狀況變好差 好憔悴 然後還掉頭髮 這麼嚴重 她這種狀況就是因為 像她的蛋白質 維生素 跟必取脂肪酸都缺乏 所以讓她的皮膚細胞 根本沒有辦法正常的代謝 所以就會讓氣色看起來 變得很差 所以說不論是情緒 不論是作息還有營養素 都對於好氣色是很重要的 沒錯 氣色真的是滿重要的一件事 像剛剛佩慈有提到就是 戴口罩 不知道要不要化妝對不對 是 還有我可以小小的 突然剛剛想到一個拉曲 就是因為我最近剪了瀏海 然後我剛換完髮型的那一天 所有的朋友 戴著口罩… 然後所有的朋友說 你怎麼換髮型 整個人看起來好年輕喔 我說 但是我今天沒有化妝 不會… 你這樣子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只有眼睛 然後我平常又是比較 你們也知道 對 素顏 對 所以就漂亮 不是啦 因為是鼓鼓啦 她的意思是 她的眼睛很明顯 鼓鼓就說 妳先去悶啦 妳要悶啦 要求成讚 然後結果 等一下 我又想到妳那個 好 妳 因為她眼神就是 無害又敲可愛嘛 對 好 有點想吐 然後呢 然後我那天其實不太敢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我平常素顏的時候 我的黑眼圈滿嚴重的 然後我朋友他們就說 他們不相信 因為整個頭髮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年輕 我說好 我就把口罩這樣拿 然後全場靜默三秒鐘 嚇壞了嗎 是 嚇壞了 不是 因為素顏啊 我氣色真的不好 然後有的時候 就像那個曼曼老師說的 睡不好 很累 大家現在其實很多人在家待夜 各種 各種因素 然後 對 平常那個上妝 這是很困擾 對 影響我們的心理層面很大 不僅影響我們心理 還影響了工作 對 沒錯 然後真的 有方法 在一分鐘之內改變氣色嗎 其實是可以的 就我個人啦 因為我那時候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人家就是 他的腮紅都畫得很漂亮 對 水粉 水粉的 對 那要我們去到 像我去到日本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不太習慣 腮紅畫太深 所以你畫太淡的時候 去到那裡 怎麼就覺得 你的氣色特別 跟人家比起來就特別差 對 所以我就到處去挑 你知道嗎 你知道挑的時候 就會想要挑一些比較 像他們那種 比較粉嫩一點的顏色 有沒有 保和度比較高的 淘粉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拿回來以後自己一圖 你知道我老公看到的時候 妳在唱歌仔戲嗎 我覺得男生真的都不懂 對 真的不懂 很不會說話 真的不懂 很不會講話 他就說妳在唱歌仔戲嗎 那妳一沒有 就是要想說算 那就不要擦太紅 淡淡的一點點 他看他就說 妳是殭屍嗎 妳為什麼粉圖那麼白 反正妳怎麼弄 他都有話講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達人在 不用擔心 好 是 那佩慈 那妳的分享是什麼 一分鐘之內 改變妳的氣色 就是遮這個我覺得 我最在乎的是 我要把瑕疵遮掉 黑眼圈 痘疤什麼的 可能這樣子就至少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完整的 一分鐘的話 硬要我選化妝 我會選遮掉瑕疵 是 那妳對於喝飲料或什麼 像有的人會喝氣泡水 那有的人就會喝百開水 像我的話 我就是因為我們都要水分 我是老人 我喜歡喝茶 因為我知道 妳有時候會泡蜂蜜水喝 其實我會醃檸檬 我會拿蜂蜜來醃檸檬 是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大概這樣子喝有兩年了 因為我剛剛有說 如果硬要化妝上選一個方法 我會遮瑕疵 那我的黑色素就是 是比較容易 留比較久的那種人 比較容易沉澱 對 然後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然後就突然跟我說 曾佩慎妳去買檸檬 我說要幹嘛 因為我之前 會只用檸檬切片泡水喝 可是那個量 就檸檬跟水的量 如果沒抓好 其實要唱歌 可是如果太酸 我的喉嚨會受不了 後來他就叫我就是 其實方法超簡單的 妳就是把檸檬洗一洗 我也是這樣子 真的 真的… 切片 你搶健康… 妳有什麼意思 基本上其實淹溢到兩天 檸檬的色跟 我不太會形容 跟那個不適感會減緩很多 那我每一天就是 我起來本來早上就會喝溫開水 那其實就是把一兩片檸檬 拿起來要放到… 可以打開看一下 可以好 因為平常我在家裡也是 我會有檸檬 然後把它切片 然後放一個保鮮盒這樣子 加檸檬水進去 它第二天 它第一天喝的時候 其實是喉嚨會刺刺的 對 因為那個新鮮嘛 到第二天喝的時候 它泡進水裡面 它是真的是溫的喔 就是很溫和 然後到第三天 就味道更進去的時候 妳喝的時候就更像水了 然後這個還要分 它要泡溫水還是要泡冷水 其實蜂蜜不可以泡太熱的水 但是我又喜歡起床 第一件事情要喝溫水 所以我就盡量的 控制那個水的溫度 那冷的也可以 是 然後所以 然後我個人習慣是 我會一整天 我就把這一到兩片的檸檬切片 丟進我的保溫瓶 當然有時候 你如果真的覺得那個味道 有點變了 你就一定要趕快丟掉 那我是能用則用 反正它就是有維生素C 是 自己這樣試就覺得 也比較不容易感冒 氣色好像膚色比較稍微均勻一點 營養師這樣子的做法 可以跟觀眾朋友講說 這樣子做法是可以的嗎 要泡蜂蜜跟不泡蜂蜜 泡蜂蜜跟不泡蜂蜜 其實都是可以的 因為裡面一樣都可以把我們補充到一些 微量的營養素 像維生素跟礦物質 那其實因為這種營養素 它已經是我們很好吸收的狀態了 所以營養只要補充足夠 你的循環就會是好的 所以氣色自然就會看起來 就會比較健康 好 所以詹莉姐 妳剛剛買這麼多的 妳老公說妳唱歌 妳平常會用嗎 就不太會了 對啊 這就是我女人啊 這就是我女人啊 就浪費了 所以今天專家在場 妳不用擔心 我們請我們的那個藥婷來教教我們說 到底讓自己怎麼樣才擁有一個好的氣色 只要一分鐘也能有好的氣色 老師啊 來 對 很多顏色喔 這些顏色我們很熟悉 媽媽 阿姨桌上都會有的 都是很美耶 老師 沒錯 其實我今天可以分享一些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自己在畫腮紅啊 家裡有的顏色其實也是可以用 但你可以去疊加比如說 現在流行的粉膚色 蜜桃色 去把它混合在一起 它其實呈現出來的腮紅會很漂亮 很有漸層 對 我要直接示範在甄莉姐的臉上 好 沒問題 是 那怎麼用呢 其實第一個我們可以先用我們自然的膚色 是 其實就是這個蜜桃色 蜜桃色 對 它接近膚色 對 它接近膚色 那怎麼畫 畫法很重要 顏色我們挑會了 好 畫法 哪一邊 就是顴骨這邊呢 還是哪邊 上面還是下面 我們請甄莉姐稍微笑一下 好 就是如果當我們的氣色不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蘋果肌會掉下來 對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蘋果肌的位置打亮 把顏色上上去 其實基本上你的臉就會有氣色 好 那怎麼畫 所以蘋果肌就是大概就是這一塊 對 大概在這一塊的位置 是 好 所以怎麼畫呢 我們就在蘋果肌的地方 稍微輕輕刷 由內往外刷 然後範圍我們可以稍微比平常加大一點點 刷到後面去 把它整個暈開來 真的有耶 這有半張臉耶 真的可以這樣 像這樣子 你看 它整個就會紅潤 因為其實像運動玩的那種氣色 是最漂亮的 好可愛喔 那你會有這種落有似無的感覺 你先把它大範圍的刷上去 會覺得 這個女生的氣色怎麼這麼好 真的有耶 兩邊對不對 一點點 老師 那我們可以再紅一點點嗎 可以 再紅一點的話就是 可以拿出你平常自己的顏色了 是 對 就是你 粉粉的 也不會浪費 那我們就加一點粉粉的 一點點粉粉的 這個時候要加在哪裡 我們加在蘋果肌的位置就好了 是 來 輕輕的一點點 不用再拉到後面什麼的 對 範圍所小了 一點點 點一下就好了 一點點 拍一拍 這樣子就真的有 我現在看到一邊 好嫩喔 好嫩喔 這邊那個 很可愛 看起來就很可愛 他整個氣色好紅潤喔 就覺得這個人很有精神的感覺 所以現在看這邊這樣 對 所以你看 要變成睡覺的老闆娘 而且還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技術 馬上自拍傳給老公 對 還有 小撇步要再來喔 小技巧又要來囉 如果你的 想要再顯得更有活力 更有氣色的時候 你的畫法 其實腮紅可以靠近眼睛的位置 很多日本女生這樣 金眼流行 就是畫在這個位置 靠近眼睛一點點 把腮紅打高一些些 其實你看起來氣色也會更好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嘗試 然後再來如果你真的擔心 臉比較大一點點要怎麼畫 我們就是很簡單 由後往前刷就好了 做一個腮紅的修容的方式 是 對 那我們一樣也畫在 靠近眼睛上方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太陽穴邊 對 太陽穴這樣拉過來就好了 對 一點點就可以了 它這樣也可以修飾我們的 比如說圓臉 對 是 所以這幾個畫法 其實都可以教給大家 那除此之外呢 那個剛剛我們是正常的 粉狀的腮紅 對 其實還有像現在這種 點的 這個不是指甲油喔 因為有時候大家拿起來 會陸入認為指甲油 以為是指甲油 對 它其實是業態的腮紅 好 你看 一個是粉色 我覺得阿布還不錯 對啊 老師你點一下阿布 好啊 可以啊 來 我看你會不會變小可愛 好 那我幫你用 你為什麼要這樣否斥老師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否斥老師 你以為她不公嗎 你以為她不公告嗎 對啊 好 其實大家在用的話就是 平常剛剛美修姐說 可能會點不均勻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在手上 先把它推開 好 我在手上把它推開 推開之後 有我們圓圓的女生 記得看 怎麼樣讓你 點的腮紅 氣色會好 然後臉型會變漂亮 好 來 看清楚 請要不要微笑一下 大家就記得 一定要畫在蘋果機 蘋果機 然後輕輕地拍一拍 輕輕地把它拍上去 好 好可愛一點 把它拍上去 如果你剛剛提到 就是臉比較遠一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斜角 往太陽去的地方拍 是 對 做一個修容的動作 然後剩餘的 我們就這樣拍過去 真的有 對 它真的有 真的好可愛 我覺得我要再幫你加深一點點 但我覺得佩斯那種是嘲笑 沒有 哪有 真的從我的真心 真的嗎 真的可愛 OK 沒問題 超級可愛 真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開上去 這樣 有沒有 橘橘粉粉的 就膨起來了 我們可以一層一層地疊加上去 讓它的顏色更明顯 是 然後氣色會越來越用紅潤 好 這樣疊上去 真的很自然 真的有耶 看一下 這樣會叫我當女朋友嗎 會啊 看起來滿像一個好人的 我突然都會 會啊 會啦 看起來就是一個好人 你說的對 把它暈開 有上腮紅的那一邊 對 一定的 你不知道有人化妝是開運耶 對啊 你說你交不到女朋友 說不定你真的腮紅一弄 你開運了 就有女朋友了 哎唷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種男生真的都還滿適用 就直接這樣拍上去 對啊 很方便 很自然 然後你看一下喔 有沒有 兩邊 真的有差耶 對 不一樣 完了 你被說可愛了 我超可愛 超可愛 那麻煩你到旁邊去敲好不好 謝謝 好 好 接下來呢 腮紅完了 其實那是因為我們把口罩拿起來 對不對 是 那就氣色就會很好 然後接下來是眉毛 因為我們口罩戴著的時候 只有看到眼睛跟眉毛 其實眉毛是我們的臉部最重要的 很重要 對 沒錯 眉毛開始 是的 沒錯 眉毛為什麼要弄得像蠟筆小新 沒有 我天生的耶 真的嗎 天生的 還是眉毛膿 那你可以救救蠟筆小新嗎 好 你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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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來看看阿布好不好 好 就用你 她來當model 好 來 然後畫一下 看眉毛是怎麼樣可以拉尾巴呢 還是前頭多一點 少一點 對啊 是 戴著眼睛 口罩畫眉毛 我們就知道你的眉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樣最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 人人都戴口罩 對 沒錯 你看你的眉毛 眉洗這樣看起來就很鈍 而且看起來很兇 我是女生我就不會看她 對 因為第一個 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就集中在這邊 大家都看到她這邊 Focus在這邊 那臉那麼大 對啊 她旁邊都沒有 對 所以我們來修飾一下 看拉長一點點會不會好一點點 好 來 要緊老師 老師加油 我努力 老師你要求救她 我拜託你了 好 我努力 對 對 剛剛有提到的是 這個是包還是扁 包 對 剛剛有提到眉毛很重要 是 因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看面相 第一個都看眉毛 是 對 所以大家常常就是 比如說好氣色都會放在腮紅 但其實眉毛很重要 一旦眉毛處理好 你整個人就會有好氣色的精神 對 因為阿布的眉毛 其實算滿完整的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小問題 就是她的眉毛有空洞 對 對 以面相學來講 它雖然濃又不是非常 以面相學來講 這很重要 對 就是 完了 是 扇才紅子 對 所以存不到錢 對 所以我們要把眉毛聚集起來 聚集起來 它的錢就會聚集在一起 OK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很簡單 她眉毛很濃了 但我們只需要補它的空洞的位置就好了 是 那老師如果我們要自然顏色 就用咖啡色一點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髮色去調整 那因為阿布它是比較深色 我們就可以用稍微深一點的 或是像這一種 那女生可以用稍微淺一些些的 是 那阿布的話可能就是用這兩個 可以調和一下 對 可以調和 因為如果你用黑的太黑的也不對 太深會看起來了 對 好 稍微調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畫在眉毛上面 那我們先從它缺控的地方開始補 是 把它的財庫補起來 對 補財庫 對 對啊 繞財繞成這樣 實在是 好 我們把眉尾 拉一點點的尾巴 對 拉一點點的尾巴 讓它整個聚集在一起 那整個人看起來會比較精神 那一旦就剛剛說的 精神好 其實氣色就好了 那因為阿布的眉頭其實算滿濃的 我們就不要補它的眉頭了 是 不然真的會像蠟筆小心 是 那你會發現喔 眉尾補起來之後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畫面 應該它整個就聚集在一起了 有精神多 對 有一種有錢的人的感覺喔 有錢 企業家 有沒有 變有錢了 對 所以你看 其實只要畫個幾筆 然後眉毛整個聚在一起之後 眉毛就完成了 其實很簡單 好 這樣 然後就拉一點點的尾巴就好了 對 拉一點點尾巴 因為它其實其他地方沒有 對 沒有缺孔 對 如果有缺孔 我們就是去把它 稍微的把它補起來就好了 一點點 對 比較有那個 男生的陰氣那種感覺 有 對 你看看喔 有沒有 這邊是我們畫的 然後這邊是沒有畫的 你去比較看看那個氣 有沒有 真的 有愛上的感覺嗎 沒有耶 還是沒有 沒有啊 還沒有完成啦 要整齡不連完成 只有一邊那邊 這樣我們愛上的感覺 這可能沒有腮紅 還可以 這個也有種 你等一下可以有錢請我們喝飲料的感覺 可以 謝謝 你感覺這樣子很想要對那種 男女對唱有沒有 無言的結局 是這樣嗎 這個這樣子 那個眉毛一畫上去 氣色就來了 真的 是 那最後一點來了 我們呢 現在不是都戴口罩嗎 對 然後我每次化妝化好了以後 然後就很高興對不對 對 口罩一戴 口紅不是都戴 然後拿起來 口罩毀了 對 然後口紅也沒了 對 口紅也沒了 不要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 吃到裡面去了 真的 我以會吃那邊 這是我今天戴的 唇色掉在口罩上 口水會在上面 是 那你就白化了 那怎麼辦呢 總是要有個方法吧 是 是不是 好 我這次也要來教給大家 就是口紅不掉色的方式 是 那我就直接請佩慈好不好 對 我一直掉光光了 救救我 來 我來救妳 好 而且第一 掉光光也是 吃光光也是 對 我很愛吃口紅 我也是 對 會一直舔嘴巴對不對 對…所以我也會 也沒有什麼 就還不錯吃 而且這邊有 對… 然後就吃光光 還不錯水果味道 對 有時候還有口香糖的味道 對…沒錯 唇膏跟紙 衛生紙 對 然後再準備一個蜜粉 蜜粉 其實這三個就可以完成了 蜜粉 對 沒錯 講說蜜粉 就可以像穿了一層雨衣的感覺 對 沒錯 好 那怎麼使用呢 首先我們就是一樣 唇膏正常地畫在嘴巴上 好 來 我的嘴巴 沒動過女豬腳的嘴巴 好 寶寶 妳哪有不是女豬 妳是女豬腳好不好 我說現在嘴巴示範 有點緊張 嘴巴感覺有點緊張 是 好 放輕鬆 妳感覺人家要親老師有沒有 對 要一直把嘴巴吐出去 一直把嘴巴吐起來 自然就好 放輕鬆 像我們小時候有沒有 如果說像我們小子女 小孩子 妳給她畫口紅 她就這樣 老師 我準備好軟 對 來 放輕鬆 好 好 先輕輕地稍微畫上去 其實口紅畫淡淡的就很好看 我不是很喜歡畫那種大紅色 因為吃了以後牙齒也會吃到 對 會沾到 老師 妳為什麼擦了 因為要拿衛生紙擦掉 對 因為我們要把它抿掉一點點 抿掉 像以前畫口紅我都會畫了之後 然後抿一下 對… 所以我們先抿一下下 好 這個真的是 就是老學問 對 先把它抿掉 抿完之後 我們一樣準備一張乾淨的衛生紙 是 薄一點的 好 蜜粉了 對 蜜粉 我們沾一點蜜粉 我覺得有時候看看 彩妝師真的是魔術的手 對 然後我們輕輕地放在嘴巴上 好可怕 你可以把它閉起來 閉起來 不是要叫你吹也不要吹 對 放上去之後 我們用蜜粉稍微去沾一下 去做一個定妝的功能 不是 就已經在衛生紙 這樣子就吃到衛生紙了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要重複 大概做兩次到三次 是 對 好 然後先輕輕的一層之後 先拿下來 這個時候 恢復到第一個動作 是 其實會有一點點麻煩 再上一層就對了 對 再上一層 會有點麻煩 但它的定妝的效果 其實真的還不錯 是 那為什麼不能直接按壓蜜粉 要隔一個衛生紙 好 因為其實直接按壓蜜粉 它會粉物感太重 也會太乾 而且蜜粉的顏色其實 會改變掉你口紅的顏色 對 所以其實你壓一層 薄薄的衛生紙其實是最好的 好厲害喔 等於是你把那個什麼都吃掉 原來的顏色真的 就全部都吃掉了 就蓋掉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這樣子弄上去之後 我試過 然後就是粉弄在上面 很好吃耶 很好吃 很好吃 不能吃啦 不是… 它會自然而然 它會產生一種皮膚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 就把它吃掉 然後自己拿起來 這什麼 然後結果拿為什麼 我剛剛吃了那麼多耶 因為我一直在那邊 習慣性 對啊 好 這是第二層 然後我們一樣 妳現在又比較自在一點喔 有 還是還滿想請老師的 是 我們帶妳一點點輕輕的 好 輕輕的 可以…這個可以 輕輕的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上第二層 真的有比較紅 對 來 可是這樣就很好看 好 那我們稍微再壓一下 但可以讓妳更好看 我再做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 酒不掉色 對… 好 而且其實這樣 是舒服的 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 對 其實嘴巴它不會太乾 而且它沒有影響 而且沒有影響到它原來的 有一種就是滑滑的感覺 是 好 然後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拿一張 衛生紙示範給大家看好了 是 妳看 比如說這是口罩 對 乾淨的 對 輕輕的 然後我們稍微刷一下 請請看 沒有顏色 白喔 肌膚代謝有密碼 林美秀緊張兮兮 平膚代謝 45天是 老年人 再沒有做好防曬的話 膠原蛋白就會跟土石流一樣流走了 妳有沒有觀察到自己的皮膚 越來越乾燥 有耶 所以有45天的嗎 沒有啦 要緊張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好 這是第二層 然後我們一樣 妳這樣又比較自在一點 有 還是還滿想請老師的 是 我們再淋一點點輕輕的 好 輕輕的 可以 這個可以 輕輕的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上第二層 真的有比較紅 對 來 可這樣就很好看了 好 我們稍微再壓一下 但可以讓妳更好看 我再做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 酒不掉色 好 而且其實這樣是舒服的 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 對 其實嘴巴它不會太乾 而且它沒有影響 而且沒有影響到它原來的 有一種就是霧霧的感覺 對 好 然後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拿一張衛生紙 示範給大家看好了 是 你看 比如說這是口罩 對 乾淨的 對 輕輕的 然後我們稍微刷一下 輕輕看 沒有顏色 它其實沒有顏色 好美喔 那妳的嘴巴上的 其實那個氣色還是在的 很紛潤的感覺 沒錯 對 所以妳看 口罩是完全沒有顏色 所以一分鐘真的可以 讓妳有了新的創造 妳知道 創造出 自己更好的氣色來 對 可是我有在聽 我有聽說 網路上有說 我們的皮膚代謝 是45天 不是28天嗎 這是真的嗎 其實皮膚代謝28天 是指健康的成年人 45天我們通常會只是 老年人 老年人 是老年人 所以我45天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我大概 你那 她應該是說 所謂的真的老年人 對 真的老年人的狀況 就需要45天 皮膚才會代謝一輪 是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新陳代謝 都是隨著年齡增加 一直在下降的 沒錯 那我們也可以簡單 為自己皮膚做個檢測 你有沒有觀察到自己的皮膚 越來越乾燥 有耶 有喔 是 就是因為乾燥才會有細紋 沒錯 才會有紋路 對 沒錯 其實呢 因為當皮膚代謝 只要開始變慢之後 就會開始 皮膚細胞要得到營養素的效率 會降低 然後我們皮膚的出汗 還有出油的機會 也會減少 這時候皮膚就會顯現出乾燥的狀況 失去光澤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膠原蛋白的生成量 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減少 尤其是到了20歲到25歲之後 就會開始急速下降 然後如果再沒有做好防曬的話 膠原蛋白就會跟土石流一樣流走了 所以氣色就會很差很差 所以年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所以呢 有沒有要分享一下你們如何保養 我個人是會就是因為洗臉機 因為清潔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那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我們自己洗的時候 你可能會太用力或幹嘛拉扯 所以就用 再像我們這種年紀 你這樣拉扯拉扯 那個皺完就出來了 所以就會想要用像這種洗臉機 那它就是正弄這樣 你就可以清潔得比較乾淨一點 那當然洗完臉乾淨之後呢 我就是會上一些保養品 然後就是比較厚一點 然後上完之後呢 那你知道要為了讓它吸收 我可以用 對 會有花臉棒這樣子去拉提它 順便幫自己的臉部做按摩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它吸收好 你的氣色就會變比較好 那你用什麼 我看到那個甄莉姐的滾輪 我有一招 就是除了 來 請 來 請 來 除了我們常常會嚕的這些地方 老師請坐 我自己有時候在化妝前 我會嚕 這裡 脖子 零八 甚至我的鎖骨 鎖骨 鎖骨 對 鎖骨 這裡我也會嚕 還有 我會嚕頭皮 對 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嚕完整個人就醒了 氣色真的有比較亮 我覺得比較好 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 對 那個有時候都會一陣涼 也不知道為什麼一陣涼 然後你把它嚕完之後 感覺血液好像有在通了 它就會比較舒服 對 這邊都有穴道 淋巴 對 其實我們看電視的時間 或者是休息時間很多 對 連這個都是 而且現在大家都宅在家裡 都沒有出門 都可以一邊看電視 一邊做這些 對 我們所有的全身上 都有淋巴 所以你偶爾這樣子把它推一推 然後手捏一捏 其實都很好 對 是 然後我也會在洗完臉 因為就是很用力 那我就是想說 老師我不知道這樣 應該是正確的觀念吧 我會用洗臉精 就是乾的衛生紙 應該這樣說 可是我會盡量選 棉絮不會殘留在臉上 這個是對的 因為其實一次性的那種 就是洗臉精 或說紙巾 它其實對於肌膚來說 它比較不會有一些 比如說髒的空氣 細菌在臉上 所以其實用一次性的 洗臉精是不錯的 所以老師你的保養方式也是 需要用小毛巾嗎 我會利用一些家裡手邊的 隨手可得的小物 可以創造一些小撇步 毛巾喔 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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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是我們 山口的砂布嗎 對 好酷喔 這是一般的砂布 對 這個是粗的耶 對 所以我待會兒要教大家 怎麼使用 它其實還是滿細的 好 那我要請阿布好了 你要繼續當我的模特兒嗎 好 剛好把你的腮紅洗掉 對 我來教大家怎麼用沙布好了 好 但是在用這個之前 其實要先告訴大家 依照自己的膚質 要去選擇 比如說你的皮膚 是屬於比較乾一點點的 比較容易敏感一點的 我會建議大概 一兩週用一次就好了 是 不能每天用 因為它其實 太粗啊 對 它其實是有去角質的功能 所以其實 以乾性肌膚來講 我覺得一兩週用一次 那如果油性肌膚 其實你大概一週可以用一次 那怎麼用呢 好 就是把它打開之後 你可以揉成一個像這樣小球 是 鬆鬆的 那我要先沾水 好 就是我們可以沾水之後 然後加洗面乳 然後稍微輕輕的搓出泡泡 像這樣搓出泡泡 是 對 然後我們利用這些泡泡跟 紗布的一些些的摩擦力 你不要整個很大力的去按摩它 是 輕輕的 我們示範這邊就好了 對 輕輕的去按摩畫圓圈 是 對 像這樣 有沒有跟平常吸煉 有什麼不太一樣 很舒服 對 然後力道要輕 千萬不可以太大力 好 然後我們可以針對 比如說容易出油的鼻翼 T區可以稍微加強一點 它可以帶一些我們的 比如說老廢角質 然後一些粉刺 好 但記得力道一定都要輕輕的 對不起 對 好 完了 我們要學習 真的 輕輕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善待你的肌膚 真的 還好紗布還沒有缺貨 會不會缺貨就缺貨了 我很擔心 今天撥出去就缺貨了 對 對 真的是祕訣 然後按完之後 紗布先不要丟 我們先把它洗乾淨 然後看多髒 其實滿髒的 真的 真的 不 你真的好髒 你自己看你的臉 你剛剛去玩土 那是妝吧 一點點妝 一點點妝 然後我們洗完之後 把它折回到它原本該有的樣子 就是方形的 然後輕輕地去做一個擦拭的動作 對 這時候不可以亂擦 很多人擦保養品 或者說在塗抹東西的時候 都 這樣不行 對 我要看你們 對 不好意思 可以 千萬不可以 繼續 好 一定要輕輕地 然後我們就由內向外 輕輕地去做一個擦拭 對 順著方向擦其實它會把 臉上的髒汙全部代謝掉 那按摩其實也是一樣 從一個方向拉出來 對 可是你等一下看 老師現在幫他洗完那個臉 等一下它兩邊就歪了 真的 所以你等一下看 它現在洗完這邊 一定會比較拉體 亮亮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按摩是有用的 是有用 真的有用 我跟你講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真的 姐姐以前也是這樣子 現在沒有了 我真的要做 像這樣 真的要愛自己 對 然後最後在家裡其實用清水 再潑過一次就可以了 但記得 所有的力道一定是要清的 那你看 你可以自己摸摸看自己的肌膚 你看他兩邊的臉對不對 我會變得在細緻 真的有差 震震 震震的 你可以摸看看 可以摸嗎 會有去爪子的那種效果 真的耶 他兩邊的臉已經歪了 唉唷 很歪了 唉唷 唉唷 真的有 對 對啊 你到底在幹嘛 好粗 超多 這左邊超多的 我們像到旅行團 然後一到伯母 來 趕快報告 我來 趕快拿那個是粗的 有沒有 笑不笑 我們真的要再錯效果 你左邊臉很粗 真的 真的 而且你看他兩邊臉真的歪了 一邊臉已經上去一邊下來 那怎麼辦 你就去買散布啊 沒有啊 你每天自己回去 對啊 回去按摩啊 沒有醜男人 只有懶男人 沒錯 對 但記得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依照自己的膚質 不要每天去用 我們可以大概一周用一次 去做一個去角質的動作 其實皮膚就會很嫩了 是 對 這是一個方式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交給女生的 是 這個時候不行 太棒了 沒關係 我試在我的手上好了 好 對 就是家裡 平常女生都會塗唇膏 對 這個最難卸 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對 就是要那種專門的 卸眼唇 卸眼唇 對 對啊 橄欖油 橄欖油 是煮菜的 煮菜的橄欖油 很好吃 還不錯 它其實是可以卸 其實最天然的吧 對 沒錯 所以我們我有倒出來一點點 然後再放一點點的蒜頭 真的 那就不一樣了 而且沙拉 真的 好水 那就不一樣了 真的 你看 這就是我剛剛倒出來的 你就其實蟹嘴巴 我來 我幫妳拿著 謝謝女學姐 如果你只要蟹嘴巴 就可以用橄欖油 你去把它的 把它暈開 蟹哪裡可以加蒜頭 對 加蒜頭 很好吃 你看 它就立刻 溶解了油脂的彩妝 而且吃進去好像也還好 相比之下 對 因為它是天然的油 這樣不會破壞的 對 然後你看 其實把它擦掉 很乾淨 非常乾淨 而且這個真的很省錢 因為你的廚房就有了 對啊 所以沙拉油也可以 不一定要橄欖油 會建議大家盡量挑選 橄欖油 對 純的植物油 天然的 對 如果真的真的比較懶 然後又不想買卸妝 是 其實它是可以卸全臉的彩妝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你後續一定要洗得非常乾淨 因為我們的植物油 它是沒有乳化的過程 是 對 所以它少了乳化的過程之後 你後面的洗點 可能要多洗個兩次到三次 是 但如果你偶爾就是忘記帶 或是偶爾用完 來不及買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用一般的植物橄欖油 去卸妝 也是可以的 對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蚵蚵這裡 會讓你的氣色海撩撩 那是真的嗎 這個我要問一下營養師 真的嗎 真的 飲食對於我們的氣色影響 非常的大 各位應該都有身邊一些朋友 很喜歡吃蔬菜 水果 然後水又喝很多 對不對 你可以觀察一下 他們的膚質狀況都會不錯 對 所以其實食物的影響 真的非常大 那我們在這邊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兔膚的營養素 包含了 像維生素A 它最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 增加黏膜跟皮膚的健康 像是胡蘿蔔 南瓜跟地瓜 都有很多維生素A 那B群除了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的 能量代謝正常之外 還有就是它對於皮膚還有神經系統的 維持正常運作也很重要 那維生素B群多的食物就包含了 像瘦肉 雞蛋跟牛奶 那再來就是維生素C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護膚角色 它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沒錯 它除了有抗氧化作用之外 它還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生成 對 這好重要 所以蔬果當中是最多維生素C的 那再來呢 最後一個是維生素A 維生素A的話 是因為它也有抗氧化作用 再來就是它可以維持 細胞膜的完整性 讓我們皮膚健康 那維生素A多的食物 就包含像堅果類 或者是全骨雜量類 還有植物油 對 那這些很好的護膚營養素食物 就建議大家多吃 但是最後要提醒大家 就有一些食物是會很 這就不可以吃 什麼東西 包含了 大家喜歡吃的油炸食物 鹹酥雞 跟什麼 牙芋片 對 辣椅士對不對 辣椅 對 可是最新的是好吃的 太強了 我們還要講什麼嗎 對啊 難過了 我們剛剛好很認真的聽 然後 對啊 然後像韓糖飲料 跟精緻的糕點 像餅乾糖果跟蛋糕 那個也要少吃 大家均衡一下就好了 對 均衡 不要吃太多 像我們家的就是顧氣色 我老公其實也不是說特別愛我 他是特別愛他女兒 他是為了他的女兒 你不能這麼說 沒有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你知道我老公是每 就已經會燉一大鍋的雞骨湯 燉好之後呢 把它就是開始分袋裝 然後放到冷凍庫 然後今天如果譬如說 他會問我女兒說 你想喝什麼湯 我女兒跟他說 我今天想喝人生雞湯好了 然後他爸就去幫他弄 我們家是一盅 每天喝湯不是一鍋 是每人一盅 你點不用點的 所以今天我有帶來給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就是防疫 我們帶了蒜頭雞湯 然後蒜頭雞湯和大家分享 蒜頭雞湯 就在我們的旁邊 就在旁邊 這真的是老公的愛心 對 真的 我有今天有看到那個雞油的感覺 好香喔 然後有放一點枸杞這樣 對 枸杞是果肉汁嘛 就來加一點點醉一下 而且像現在就是真的防疫 其實蒜頭真的是對身體還不錯 那你就是可以多喝一些醬醬湯 那佩慈你也是煮雞湯嗎 像我這種沒有老公 對不對 所以你還在 所以你現在還是原配就對了 你在等小三 因為有小三你才可以 那個啊 我只能就是找一些好物 第一 療癒自己 怎麼說呢 我很會去找到這種 當然天然的食材很重要 可是如果真的來不及煮 或者是對 我就會去找一些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罐膠原錠 更是我們現在很需要的是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一直講 氣色氣色 對 素顏 沒錯 那我這陣子真的是 應該這樣說 我知道這個東西是因為 我之前一直在 很多藝人好友的PO文上看到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什麼 為什麼就是他們都有這種東西 後面的hashtag 一定會寫說 去日本千萬不要錯過 對 因為日本才買得到 對 但是重點是現在我發現 台灣已經原裝進口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 其實跟它真的很有緣分 因為其實後來我終於在一個場合 就是我去那個王子邱聖藝 他的演唱會當嘉賓 然後他的桌上擺滿了蜂王影 至少二十罐 那看起來真的是很虛化 然後很想要偷來 那沒有 我這麼有禮貌的人 好 我不要講太多廢話 我就會直接問他本人 他自己講 他自己講 他自己問不得 對 講多多廢話 我真的剛剛直接 我跟他還不熟 我就說 那你都有這麼多罐 你可以分我喝看看嗎 我之前看大家PO 我真的很有興趣 他也很大方 他就送我五罐 我帶回家喝 就真的很好喝 是 然後我就自己真的是 開始吃他的C 開始吃他很多很棒的產品 然後他的那個小分子膠原蛋白 裡面還有剛剛老師講到 添加了維生素C 因為可以幫助膠原蛋白形成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這樣一罐就很好帶了 然後重量又 其實他就是很輕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分裝在盒子裡面 就是你就把它倒出來 就是一天幾顆這樣子吧 其實一天只要吃三顆 然後你可以任何時間 應該是說飯前飯後吃都可以 這罐膠原錠 它裡面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它用的是 魚膠原蛋白 我們通常都是雞 它用的是魚 它用的是魚 分子小 好吸收 而且它沒有腥味 大家可以聞看看 對 我剛剛正想請甄莉姐聞看 它沒有腥味 沒有對不對 真的耶 是不是 來 而且它 三顆 趕快 我必須說這個有一種幸福感 就是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你真的耶 等一下我 我吃完了以後會變怎樣 我就不知道 現在就可以吃 現在就可以吃 它真的沒有什麼任何的 沒有味道 來 對 真的沒有味道 好 謝謝 然後大家現在真的是 在家的時間很多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沒有錯 對 台灣已經買得到 沒有錯 像你看 我們這個雞湯 真的是老祖先流下來的 它也有膠原蛋白 它的膠原蛋白是雞 對 對 那我們剛剛佩慈分享的這個是魚 魚的膠原蛋白 是的 而且重點來了 嘿嘿 現在日本不能去了 我們台灣有 母親節 母親節到了 快到了 當然不知道要說什麼 對 因為啊 金豬也有了 金肉也有了 對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來補什麼 補營養 保健康 對 就給媽媽保健康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還要補充更多更多的 讓媽媽更了解 裡面到底成分是什麼 讓她吃的也安心 對不對 來 養師 剛剛這個膠原錠 它除了有魚膠原蛋白之外 小分子小好吸收 它還有加入維生素C B 對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補充膠原蛋白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維生素C 因為身體必須在有維生素C 存在的情況下 才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是 那另外呢 它除了這兩個很重要的營養素之外 它還加了維生素B1 B2 B6 菸鹼素還有泛酸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代謝正常 維持皮膚健康 只要營養補夠了 好氣色就會來 膠原蛋白會流失 是 對 所以定期保養 而且隨著年紀都很可怕 對 所以一定要定期保養 才可以維持住我們好氣色 是 那有好氣色你就好心情 對 媽媽每天開心 我們就不會被罵了 對 節目最後 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除了這兩個很重要的營養素之外 它還加了維生素B1 B2 B6 菸鹼素還有泛酸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代謝正常 維持皮膚健康 只要營養補夠了 好氣色就會來 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已經氣色很好了 也可以當作日常保養 因為我們剛剛也講過嘛 就是膠原蛋白會流失 是 對 所以定期保養 而且隨著年紀都很可怕 對 所以一定要定期保養 才可以維持住我們好氣色 是 那有好氣色你就好心情 對 媽媽每天開心 我們就不會被罵了 對 對 Happy One Happy One 對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有好氣色你就好心情 對 媽媽每天開心 我們就不會被罵了 對 Happy One Happy One 對 媽媽也說 而且真的好像滿方便的 吃了這個就 什麼營養素好像都滿豐富的在裡面 是 因為它成分非常多 都是很好的營養素在裡面 其實我們今天老祖宗也有了 對 他的食譜也有了 然後我們再加上佩慈分享的那營養素 其實兩者均衡一下 對 對 讓媽媽更健康 讓我們自己也更健康 我們健康了才能顧媽媽 對 謝謝 今天謝謝思惟 謝謝 記得喔 在我們那個後面給我們QR Coal一下喔 然後猜我們裡面的題目 你就有精美小禮物可以拿喔 好 我們下次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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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嘛 因為有多多的自己 我要來講 謝謝 謝謝 谢谢